我想請問一下關於公關的這個業務報告的部分 文化交部的業務報告有推點 就是說如果中共犯財勢必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句話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作戰大家都不願意的 你假如說作戰之前都要經過一番考量 我們講勝兵先勝嘛 要經過一番思維 他真的要多考慮 慘痛不慘痛 一旦作戰的話講真的大家都很慘痛 我們以前不管抗戰也好 有很多古代的經驗作戰經驗 到最後要不就慘勝 就算勝的一方也是慘勝 那敗的話那當然真的需要多考量的 有人記說行事外交部的報告裡面當中 他的那個貨文會品國防部還要再重一些些 國防部報告有沒有那麼強 我們都避免作戰 就是說不要去特別彰顯出的 但國防部我坦白跟各位講 兩個眼睛是始終開到的 耳朵是一定聽到的 但嘴巴是閉攏的 我們不會去多做討論 跟大家去做辯論 我們就是靜觀其變 但我們都要有所準備 要屬於有所因應 我想國防部在這一方面 是一直把握這個原則 所以你看國防部 參加什麼論壇啊這些節目 我們不會參與的 但我們都看得到 聽得到 我們會做一個參考 大家避免作戰 我們會做一個參考 我們會做一個參考